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把這個地方 如果說我今天要希望按照這個性別 其實就對應到的這個性別 對應到上面的名稱的話 可是問題來上面它是一個文字 那目前這個性別是一個範圍 兩個是看起來是一樣的東西 但實際上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不能直接給它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要能夠真的把 這個範圍給它之後 它能夠真的把那個變成一個範圍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叫做Indirect函數 那這個Indirect函數它的用途是怎麼用 我大概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有點困難 比如說教育程度好了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這個教育程度裡面的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搬過來 搬到哪邊呢 搬到這邊來的話 那當然你假設老油膠先放在這邊插入函數 你可以用檢視與參照裡面有個函數叫 Indirect 那它其實這個函數怎麼解釋呢 它實際上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會要一個範圍 那你告訴它 比如說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說 那請你告訴我 你要搬什麼範圍過來 搬什麼範圍過來 那請你幫我把F3 請你幫我把教育程度裡面的所有東西 幫我搬過來 OK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它會出現什麼 誒 錯誤 為什麼呢 它會跟你講說 你的那個值有問題 錯誤 那為什麼會有錯誤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教育程度 剛剛這邊有沒有發現 教育程度是 總共會有 五個 有那個八個儲存 有沒有 兩個欄位 各自有 四個四個嘛 總共會有八個儲存格 所以如果特別注意 我們現在只給它一個儲存格 它說 其實這個意思是說 它放不下的意思 如果說你要能夠放得下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一請你跟它講說 四個 四個 給你八個 你這邊也是八個嘛 所以你如果要 你如果要把 這個清單裡面的所有東西 搬到這個範圍 你必須要給它一樣的範圍 的儲存格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選它之後 在這邊輸入什麼 再來用 indirect indirect 這個函數 然後呢 跟它講說 F3 幫我把教育程度 那個範圍的資料 搬過來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在這裡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你按 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還是錯 那可是 要怎麼能夠讓它成功 你必須要在 這個上方按 Ctrl Shift加Enter Ctrl Shift加Enter 你看它怎麼 還是 那 這邊應該是要 那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這邊不改 前或雙引號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直接指上面這邊嘛 因為這個過來 也是 一個文字嘛 對 你就這樣 不過你要把它全部 抓過來的話 你不能直接打勾 打勾只有抓一個 可是 你這邊有 八個 八個儲存格子 如果你要全部 帶過來的話 你要必須 按 Ctrl Shift 按住之後 再按Enter 它才會 全部搬過來 那 這個所謂 大瓜五 有沒有 它幫你加大瓜五 實際上就是 如果你的來源 不止一個的話 那你要跟它講 一定要這個方法 所以我剛剛講 這個有點難度 那實際上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們要把什麼 剛剛的性別 變成一個範圍 直接抓過來的話 那你必須用 這個Internet函數 但它有點不太好用 而且滿容易做錯的 但是如果你會用的話 你可以駕馭得了它的話 那以後很多事情 就會非常簡單 做一種 如果說把它放到這邊來 怎麼做 一一樣 這個跟剛剛一樣 用那個什麼呢 用性別 但這個地方的話 性別 我可以把它先切到這邊 再切上去 那這邊的話 我如果用這個 直接指性別 這個文字不OK 不過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先在這邊 先加一個Internet 再給它 跟它講說性別 這個OK 所以記得 這個地方你當然可以自己打 比如說你這邊可以打 Internet OK 這樣子 那如果你這個字假設拼不出來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 有不要放這邊 點這邊一下 這邊如果 因為我剛有用過 所以它會自動帶出來 如果不是 你用其他函數 找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I開頭的Internet 這個函數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你放到 剛剛那個位置 然後呢 你就再把那個 我們要的 那一個名稱 什麼名稱呢 我的名稱 在這裡 那請你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名稱 變成一個範圍 變成一個範圍 它就OK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按個確定 會不會成功呢 成功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時候 就真的幫我 把那個範圍抓 並且判斷正確 但是如果你向下填滿 會不會成功 要鎖起來 對 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還有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呢 要鎖鎖哪裡呢 B1 B1 B要不要 對 就 1的前面 加一個淺的符號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向下填滿的時候 假如你沒有鎖啦 B1就變2 2變3 它會自動加1 那因為我的名稱來源都在第一列 所以呢 這個地方一定要加個淺的符號 所以特別注意喔 做完的結果喔 就是這樣子 最後關鍵的地方就是加一個Internet 刮弧 指向這個儲存格 並且鎖定前面的前的符號 好了之後的話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剛剛的14個名稱都定義好的話 它即將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什麼變化呢 按確定之後喔 那我下面現在先不要填滿 我先橫向填滿好了 那我們直接怎麼樣 向右拉 拉到歐欄的 放開會怎麼樣 會不會全部一次做完呢 放開 有沒有 你會怕 哇 然後再向下點兩下 哇 這樣就OK了 好 但你有的時候剛開始 剛進去 不要讓老闆知道你學 你知道太多 你會很多喔 你就是保持 比人家稍微 就是 你應該有的速度就好了喔 不然的話 如果你太太強大的話 老闆會 會非常重用 但是會幫你用到極限喔 喔 所以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這個公式裡面呢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喔 OK喔 那其實這邊的話 重點就是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Interest的函數 它主要的目的 就是把這個 本來是兩個文字 兩個字 幫我變成一個範圍 本來是字變範圍喔 你就可以用Interest的函數喔 那這種做法喔 其實 也不是書上的知識啊 也不是網路上找的 其實這個是我想出來的喔 所以你網路上也找不到喔 那我什麼會這個方法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喔 可能也是用的夠多啦 就是已經全部都幾乎 大概知道每個函數 而且每個函數 我都鉅細明明 都瞭解 所以才有辦法把這個東西 加進來 喔 才能做出這樣的結果 OK喔 那當然就要想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東西是有原創性的 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如果有找到 類似的東西喔 可能應該也是參考我的 不過我是這樣想喔 因為這個是我是真的是自己想出來的 這是我想出來的喔 OK我沒有說 跳竊別的東西變成自己的喔 所以很多東西其實也都是 你們看到我那個部落格上面的東西 或者我的影片裡面 很多都是我花時間去想出來的 本來沒有答案的 我這樣可不可以啊 太好了喔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交給各位喔 好那試一下就第一個喔 就把這個地方做完 那做完之後的話按確定喔 你會馬上可以做出來 再來的話我們會希望喔 可不可以把這個地方喔 再把它變成什麼 變一鍵完成 因為如果你每天每天都要做的話 我把它稍微縮小攔寬一下喔 把它稍微為什麼縮小 因為這樣旁邊可以加兩個按鈕 OK 然後把這邊也許再拉寬一點點 那最後我如果希望喔 未來乾脆每天就這樣喔 老闆要資料都按一下 按一下前面資料更新的 那我馬上又可以做出來了 然後並且呢可以再去做後續東西 比如說配合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老闆問說那哪些 那個關於這個最近的問卷調查結果喔 這個男女的比例是多少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那你可以用樞紐分析表把性別拉過來 把性別再拉到這邊喔 它這邊出現了 不過如果要百分之多少 你可以把欄位設定改成用百分比顯示 就百分比多少喔 看得出來 另外如果你要統計什麼年齡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性別改為年齡 又可以出現喔 所以這部分當然 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的這一題先完成 然後後面也許我們可以再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喔 就是聚集錄製部分再結合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好 試一下